戴佩妮都不敢怎样 是吧 对啊 而且当时是真的很傻 因为第一段恋爱 她就在我面前发毒誓 说我一定在你高考前出现在你面前 我就又原谅她 然后回家之后 人也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就开始又天天有一句没一句的聊 宝宝什么之类的 然后到520那天 我就偷偷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就偷偷带着手机去上课 然后上课的时候 在淘宝上偷偷的订了一束花 就广州的花店想送给她 给她一个惊喜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我估摸着 我说花应该差不多收到了吧 然后看她发了一条朋友圈 就在朋友圈问她说 谁送的我花 过了几分钟就过了我 她说那花是不是你送的 我说对啊收到了吗好看吗 结果她就破口大 整个人就说你有病啊 什么之类的你干嘛要送花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在学校没有出柜吗 她说男孩子收到花很奇怪啊 就一般只有女孩子才能收到花 我当时就也是就直接愣愣在那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觉得塞了一口血在你嘴里 但你还不能吐掉 你有没有感觉整个像一个轮回一样的 就是你去在你很年轻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付出给别人 你得到了一个不好的回报 那当别人这么去对你的时候 你就又变成了那个伤害过你的人 你觉得这样OK吗 不OK啊 但是有时候你在这个轮回里 你当处在你那个轮回中的时候 你不自知 但试过之后你会发现 原来你就是当年的那个她 就当我就是我对我前前任做的事情 其实就很像当年那个人对我做的事情 在感情当中伤害过别人的人 会想要很真挚的跟别人道个歉吗 会啊 你有这样做吗 有啊 我有这样做过 分手之后的几个月 其实是蛮难熬的 虽然我没有那种什么大哭啊崩溃 但是每次在朋友圈 看到她发一些东西 或者是包括听别人谈起她的时候 心里就还是会各种不舒服 包括有有时候会喝醉酒 会莫名其妙打她电话 虽然她不接 但后面过了大概半年多 两个人都缓冲下来 然后各自开始了就是生活 就有冷静的聊 但那个时候聊感感觉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聊天的气氛完全跟以前不一样 虽然会说一些以前的事情 但会你一说以前那些美好的经历的时候 你刚准备很开心的笑出来 你又会突然一想就已经过去了 已经也不属于我们了都只是回忆 然后我们还有那么尴尬的一些结局 反正我一直挺愧疚的 因为我觉得对她造成的影响还蛮大的 我们当时分手后一两年 她在每一次一些特定的日期 可能在社交媒体上会发 就是想回到前年或者去年的这一天 然后她发的照片就是 那一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我拍的或者她拍的一张非常隐晦的照片 就只有一个细节 就只有我和她知道那个照片 是我们当时在一起拍的 就我觉得对她造成的影响可能蛮大的 在爱情当中你怎么样去做一个不被伤害 且不伤害别人的人 我觉得没办法做到 这个也不是爱情的终极命题 就它是一个 你只要身处爱情中 你一定会伤害到人 你也一定会受伤 这是我现在所想的吧 因为我以前可能会处在一个 避免自己受伤的状态 后面我发现 你越去避免的话 你也可能就 你受伤的时候 你就会越难过你知道吗 因为你会觉得我都这么努力去避免 为什么我还会这么难受 我觉得人生会经历很多 让你痛苦和懊悔的事情 但不要让这些事情去影响到你下一段感情 就用原来的心境去重新开始 然后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 对 当时各种不成熟对爱情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期望 或者说想对新鲜感的追求 导致了当时做出了还蛮多不理智的选择 就比方说我们结束的时候那段聊天 就非常的仓促 而且其实我们到最后 两个人是可以算是不欢而散的 就事情都没有讲清楚 因为两个人都很年轻的时候 我说什么他也不听 他说什么我也不想听 都只想说自己的 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要说些什么呢 就是网聊 网聊圈内一开始 比较标准的开头是 马里文 然后是一些数据 毕竟现在是大数据时代 大家需要通过分析一些数据来确定是否有下一步 在描绘一下用户发像是吗 对 就是先根据数据在脑袋里转一圈 然后会要求一些图片验货 有的人可能更渴望的话会有video验货 你有没有感觉说男生就是男生和男生聊 一上来其实会非常露骨 会啊非常露骨 碰到一些非常露骨到你想骂脏话 就是不是很开心吗 你非常不开心 就圈里也会有圈里也会有直男癌 就我换一个词就是唇一癌 对这样的人就非常的讨厌 就他会觉得他比你位高一等的感觉 就然后就觉得他来跟你聊天已经是你的那个荣幸恩赐 就觉得你一定要答应他的所有需求 他让你发什么照片你就要发什么照片 就感觉要给他端茶倒水啊 这样的人真的好烦啊 看了后浪在想 年轻人的案情也在最好的年代吗 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怪一个人 现在科技很发达 左华是不喜欢 右华是喜欢 你可以给自己写很多标签 你可以通过大数据筛选对象 现在有很多选择权 但我们想选的更多了 长得好看又顾佳的 物质条件好又不浪的 努力上进也有时间陪你的 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很多元 多人到找对象 只为了想A房租 多人到这边跟你说着晚安 另一边又跟别人说 在干嘛想你的宝贝 多人到一个恋爱两个人谈都不够 需要更多的人才轰轰烈烈 现在的人追梦很大胆 谈恋爱很小心 不敢看你手机 不敢把合照发朋友圈 不敢带你见家长 现在年轻人走得很快 他们可能年少就不惑 但看得太明白 也知道喜欢很简单 爱不持久 二十多岁就要考虑成家立业 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 你不推 父母一辈的前浪就走不动了 所以我们习惯了 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更乖 如今深夜饮酒 杯子碰到一起 可能也不是梦碎的声音 而是心碎的声音 我发现我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 我是先在自己心里 建一个很高的墙 会给自己一个预设 就我这段感情我大概能投入多少 或者说我一定不要让自己再变成 曾经那个受伤的样子 就会给我穿上很多盔甲 理性投资了变成是 对 就包括跟跟他那一段 虽然一开始非常的好 非常的美好 但是慢慢相处冷却下来之后 之前所带来的一些就是负面影响 就之前的感情带来的一些东西 慢慢的 loop 我会让你更多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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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作 谢谢观看